原郊少女逃出安置所 警方忧重挥火坑 位于北市内湖的展望之家 是北市社会局委托社会团体 管理行为偏差少女的暂时安置处所 不过近日却发生安置少女集体逃脱事件 有6名15到17岁的未成年少女 因坐台与原郊遭警方查获 安置在内湖展望之家 等待法院判决 少女平日可到校上课或上班 行动自由 晚间7点需回安置中心 接受辅导管理 少女曾表示不想再被安置 本月15日 少女们情绪激动 不让我们离开 我们会伤害其他人 趁辅导员不注意时 6人白天一起落跑 辅导员晚上7点时 发现6人失踪 通知警方找人 社会局表示 6名少女是法院择负安置 希望以辅导代替监禁 无法强制一定要留下 现在已有一名主动回到安置中心 警方担忧脱逃的5名少女 又遭应召战控制 以清查邪寻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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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